兩方自然就會碰起來 這也是為什麼賽前我們提到的那個數據 就是為什麼碰撞的人頭比會那麼的高的原因 因為這個版本有太多的時間點 包括兩次的虛空幼蟲 包括預則 都是一個碰撞的時間點在 你是不會想要白白把這些物件的資源讓給對手 那對於娟傑來說 這一把可能還有個機會就是 利用賈克斯的邊線優勢 因為你只要撐到三件裝 甚至到四件裝的時間點 這個假設的邊線絕對是無敵 絕對是能夠貫通的 至少貓凱也是看不住的 對於T1這種防守這種來說 他的中上這兩個基本上都是守不住這個賈克斯 但T1這把比賽 也是算可以接受把時間點往後拖 因為他們有大C位 雙射手 那問題就在於 間聚能不能像你講的 拿到他們要的邊線優勢 因為如果拿不到 那正面團戰 像我們剛剛殺牌模擬的話 他們是有點難打的 就壓力很大 壓力非常大 這把的X因子可能會在丘比達阿里身上 他這把一樣是帶不死之窩 而且 附系帶的也是附魔之帶跟焦灼 但我們前面也看到很多賽平老師有講 這個版本就算對線打出優勢 也差不多就那樣 可能 多一點七八百塊好了 其實用數不大 因為這個對線的優勢讓你在第一件裝的時間點 滾出一個非常大的血球 而且也因為換線的關係 所以如果兩邊的輔助也都來到中路的話 那說實在你一打一的時間不多 但現在問題出在沒有人露頭 所以 在抓對方的位置喔 那GENGY下路線是選擇直接往下走 讓凱撒跟賈克斯吃這個下路兵線 這時候是距離有把持好 所以沒有被KING給暈到 那進爪這一波就要看 ODER應該是保障他全刷 而且是順利的全刷完 鬼貓其實是比較晚上到上路線的 因為剛剛一開始他們好像在猶豫就是 是要不要做換線 應該是沒有掌握到對方人員的位置 也確實我們世界賽也看過這種 我覺得你要換線 所以我不換了 我就直接 直接回到下路線 跟你正常對線 因為我知道你的下路線不會來 那就變成還是T1這裡去做了換線喔 那Carrier只有一等而已 先被GENGY的浮野給集火到了 而且其實這波直接 我直接下點燃 回到牆上之後 還用點燃掛到 這波只有浮野就把Carrier給擊殺掉了 那這波四甲當中 看一下宙斯有沒有控打了 上一波三甲有 這波四甲Q先把兩個人也拍走 再加上閃現躲掉了 賈克斯的反擊風暴 然後被推在槍下 先離開牆打中 再回到塔內去打這個傷害 把電槍給出來之後 宙斯還是活了下來 這波King正在扛塔之後跳斬 回到了Carrier身邊之後 捐捐的四甲 還是讓宙斯躺在地板上 雖然宙斯這裡第一時間躲掉的 控制技能是非常的關鍵 但問題是對方也有四個人 而且這一次扛塔分配處理得是非常的好 他好像是用W在用閃去躲掉了第一時間的控制 讓他多活了可能十秒鐘左右 而且剛好他的Q鍵是把四個人都直接正開 所以拉開了那一點點的距離 其實Carrier也有意識到 所以他是往比較左邊的地方靠 卻反而直接被浮野抓到了 第一個人頭還是落在了鞋子身上 第二個頭是給到了配子身上的 我覺得也因為現在中路線一幣的時間不多 我真的說真的 丘比的打線實力是 有被調整到的 沒有辦法發揮到他打線之王的那個本事 某方面來說也是因為換線的情況 所以其實會大大的減化 你在對線能夠給到的壓力 又鑽出來 Carrier選擇直接交閃 他不想貝勒開始再騎到了 因為我們之前在播LCK的時候 常常有說小炮酷刑那個版本 大家就會說 想看球比怎麼打這個線的 導播TAG這個中路對局 但現在即使TAG到中路 可能也兩三個人 就沒有這種一打一的機會 Kelley又鑽出來 這波要抓的是Gumayoshi Kelley壓力而已 在裡面輔助 頻繁往中路走的時候 其實Kelley起到的 限制也比較少一點 不過在 線路上面 這個賈克斯是上路先推進完之後是 直接往下半去來走 而且這樣變成是蝎子 就Kelley有點絕食了 他現在只有四攤野怪而已 但Owner這段時間是一直在刷 一直在刷 全刷完接著第二輪 有點類似上一把的情況 所以變成是Gengi這裡 有需要去做到進攻的這個壓力 所以其實是犧牲Kelley 這裡是犧牲的比較多的 但犧牲的是有點太多了 斜著CS來到19而已 我覺得這等級拿到的是 將近 整整的一等 整整一等啊 就好險Kelley是有拿到一開始那個400塊 固然現在就是輸300多400多左右 但鞋子這個角色強的點也在於 他在這種肉搏版本 他就是有比一般的坦克打野 更多的血量更多的韌性 對 沒錯 所以其實以 史嘉娜的角度來說 他就是想要做到這種 就是 連貼臉的碰撞 所以他的裝備基本上現在都是綁兵 熊子之角的 就有稍微看了一下就是 包括瑞士製的後段到八強 基本上第一件裝備都還是選熊子 是 席科的好處就是便宜而已 這波草叢內飛殼正在做準點 在等自己的隊友來 Owner已經先來了 不過他被三角蟲農 本眼看到 那五郎 佩茨這波是 有招的 來到六等之後 先交閃線躲掉了 用了大絕加閃線躲開這波的進攻 都按出去了 KERIER來看了一眼發現 蟲已經沒有了 三隻都被GENG給拿到 情況是沒有辦法 在同一時間用小龍做交換的 而另外一邊則是 King越過對方的冒凱 正在點這個爆破 拿到了三層塔皮了 而且他也足足 對位領先了 將近一等左右嗎 剛才上半部 這波要抓的是 FAKER QJW騎到之後 閃線回來 FAKER再交了一段位 想躲掉 但這波KERIER就在後面 FAKER身上有閃 但應該是選擇不暗的 人頭又位在了 太子身上 凱撒兩個頭 我這邊 佩茨還是非常的仔細喔 就是他的 W技能是故意 預判了一個 搶後的位置 FAKER這波也思考了一下 這個閃線要不要交出去 但看到這個蝎子一鑽出來 他就知道 屬人了 屬人了 已經屬了 屬了 已經回溫泉裡面了 現在先具前面7分鐘 3比0的優勢了 經濟差距來到將近要 已經2000塊了 所以 Gumashi跟KERIER這時候 採用著爆破來點塔 時間點就比較晚了 有KING這個時候又跳膽回去了 臉上直接架G 我們還是用大絕稍微消耗一下喔 Gumashi也是 這幾年的 世界賽版本當中 少數還會一直持續 限制不了對方的打野嗎 三環準備再A出來了 Owner跟宙斯還想再追再整地的下一個技能 Owner的傷害是差了一點喔 好像是1技能沒有把三環給打出來 原本一直在想 宙斯閃線反而給拍回來 但最後是Owner先交了閃線 他教這個 是因為想要躲 這個 邪者大絕啦 因為他被抓住的就是 算是進程攻擊 結果如果他用了Q技能完之後 他是會有一個小小的僵持 是有技 他們來到8強開始之後 越來越多的怪角色出來了 也拿過 1萬的腳步 是 但是 雙射手下路嘛 對沒錯 但去年什麼陣容要拿出來幫的什麼角色 我先去掌握線權 中路線推完直接往下半區靠 要踩進對方的野區 T1是三個人在守他們的下半野區的 現在對於T1來說就是夾住 Faker如果回到塔下可能會有危險 他稍微迂回了一下 讓Kenny走出來之後 GG有六重優勢 所以下路的首塔很快的 就把他們給點掉了 四個人分 下路AD的對位差距來到了1400塊了 野區抓到對方的輔助了 職能風暴直接開吸 要把Carrier給留住 這不還有殺手本人 Pace跟到傷害之後 Owner交了自己大決三強傳心 保住了Kenny 側邊有一個王牌射手 Rex沒擋到 Pace還是吃到這個傷害了 不過Carrier保住 他的命了 他 不幫擋是怎樣 滿血瑞爾 不幫幫忙擋 上路之後是把人給拍回來 但是 茂凱傷害 畢竟是出拳坦的 但好像最多就這樣 反正茂凱就是 這個夾子上來 就把他拍走 然後把線給洗完 對 沒錯 這把的主角 還是會在 Gomayashi跟Owner身上 雙射手 而Faker也出了火箭腰帶 球迷這把的 出裝的順序就比較特別 他是先補了幽魂面具 再補了法穿鞋 然後又補了一個 一望寶珠來打線的 其實裝備滿閃的 沒錯 出了比較多的閃裝 因為我們這個版本 其實看到中路就算是大法師 往往也是直衝 第一件大裝 雖然第一件大裝 效果沒有以前那麼好 但你還是得出啊 另外可能就是對於阿里這裡 就是可能惡意還是 蠻需要的 因為畢竟 以陣容的血量來說 他就是一個 能夠讓你有 大決C更快 你就更好能夠去抓到機會 Q閃 把人開始給留住 被動給打出來了 Owner這波Q閃跳在對方臉上 印記甚至還沒打出來的樣子 Owner就把LeHast給擊殺掉了 人頭給到進爪身上 兩層印記 可以了 14分鐘的話還可以了 總比沒有好 而這波TP回來 球比 直接敲自己的飛仙想斷對方 但是後排則有咒死的鬼靈之握 所以只是一個中上的大決互換 但是King這時候在推上路的外塔 T1是沒有人做防守的 咒死這時候才回去 來不及了 我看來T1的目標蠻明確 反正就是邊線都給你 但是我一定要想辦法 把這個中路的防衛塔給踩住 是 不踩住 野區就踩不住了 T1的第一條小龍 Canyon正在看 這波有虛攻探索者 距離短 但是被Canyon偷走了 甚至交閃直接離開 T1也沒有把人給留住 Owner好像剛剛是沒中對吧 在CD 那直接做白弓了 原本手中線守得這麼用力 也是因為他們要拿這個小龍 但是都沒拿到 浴室者直接放出來 中塔也要沒了 全盤接崩 邊線沒了 中塔掉了 小龍數量落後 虛空幼蟲一直都沒拿到 那就是一個字 拖 再拖了 再拖 T1陷入烈士 各位 T1陷入烈士了 以陣容來說 T1這個陣容肯定是不怕對面的 是 但問題是他這個陣容 理論上發育期就是比較長 因為你仰奈你這兩個射手位的雙手 但捷具想的肯定也是 跟上面把T1做的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避開你的瘋芒 去往你的邊線打 就是 你有聽過一句話 洪師傅打到中路 他怎麼就是打到上下路啊 人家說針對弱點在打 是 換人是來不及的 那現在捷具 AD領先了一千多塊錢 上路領先了六百塊 那我覺得捷具去前面 給到這樣的壓力也是很合理的 他這個陣容本來在前面 就能夠給到T1這邊是更大的壓力 找機會的能力更好 而且前面的碰撞能力也更加出色 需要找到這個機會的話 也代表著T1 可能會露出一些破綻 給到捷具身上 就目前看起來捷具都是 拿完就走了 沒有要再做更多的爭奪 而且這把比賽的人頭其實也都產生在 一開始的換線之外 都是野區抓到落單的人 沒有真的碰到團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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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捷具即便是前面在 營運上面處理得這麼好嗎 該拿的東西都拿到 其實經濟差也沒有拉得非常的多 3千塊以內 但最關鍵點還是在於 他們頭是給帶了 凱撒跟賈克斯 這個抓邊線最強的兩個角色 這之一 12 就在凱撒這裡啦 所以凱撒現在兩件裝的時間點 是來得非常的早 這個全坦冒凱 是有點守不太住邊線的 是能夠把線放回來 就是這把 跟昨天呼吸一樣是輸日言的 捷具下路看完沒機會之後 往中路來帶 這波有爆破 黑格偷拉阿里大球 這波想來中路抓一波機會 KERA先舉了自己的雄心中盾之後 敲敲到對方三名成員 但是T1留不住人 最多 只能夠阻止捷具繼續推而已 沒有他們也打不了 勸退勸退 這個就是大家覺得勸退 防守牌先拿出來 沒錯 現在就是能拖則拖 能守則守 我覺得捷具前面給到的壓力 已經是非常足夠了 所以在前面物件全控 甚至多拖到一條的小龍 其實會讓T1後續在 龍魂的時間點的壓力 是會比較大的 等於說讓T1少拖了五分鐘 是 原本剛剛那波節奏 其實T1是差一點要把握下來的 如果那一條小龍讓T1給拿下來 那這個遊戲時間大概會被拖到 三十分鐘左右 不過也因為捷具這把比賽 他們是有邊線的主動權 所以 有沒有機會他們更早的 或者說 像T1上一把一樣 直接給巴龍壓力 讓T1不能再拖更多的時間 因為T1上一把也是知道 時間再往後拖 他們是會有壓力 所以直接用巴龍來做B團的條件 捷具這把肯定也是會去做到巴龍的平衡 他們這個陣容吃巴龍的速度是不慢的 因為畢竟有凱撒在 而且有賈克斯跟鞋子吃的速度 要說坦的傷害一個人負責 Faker偷完阿里大絕之後 目前還沒有讓他發揮的地方 他剛剛應該是CD要到了 所以已經有把偷來的大絕給用掉了 用掉一段的樣子了 那宙斯這波邊線他知道 代超過一半 是做不到的 最多就到這邊了 那這種對局坦克打鬥士就是時間一到鬥士自動獲勝 那邊線也是King一直在推進的 Chowy還刻意把線給卡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知道這裡自己可能是屬於落邊的情況 因為可以看到 假設把線路帶身已經帶到接近二塔的位置 對方都還沒有人員露頭來準備做防守 是 他甚至延緩了這波邊線出去的時間點 他剛剛也看到Faker其實是有把飛線交掉 所以他這波也知道 對方要打他一套傷害是做不到的 沒錯 就是他這個時間點是偷不了阿里的大絕的 所以不擔心對方會在正面直接做槍開 球比的出裝方式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的 就是先出大面具 然後沒有出惡意的出裝方式 我記得之前Scout也有出過類似的方式 Scout是有先出這個古登啦 然後再出大面具的樣子 一樣是不出面具的 不出那個惡意的 他惡意的 對不起 小龍第三條 等一下我對你是滿滿的善意 別擔心 怎麼了 我講一次而已 接近第三條龍 時間點才20分鐘而已 T1現在壓力非常大 剩下5分鐘他們就得接 一定要接的那波團戰了 對所以其實T1也很早就把 把自己上半區的視野給守住 就是擔心對方有可能逼到我們這個情況 對 T1的決策也很明確 第三條的小龍點看都不看 反正都要拖了 那就拖到底 他們下半區河道是一根眼都沒放的 他們知道這個河道是踩不過去的 問題就在於他們在放龍的同時 是沒有辦法做到另外一邊 比如說帶掉上路的外塔 點掉中路的外塔 他們是做不到這件事情的 我覺得一方面他們這個陣容就是 打寶要做的就是這種陣地戰的團戰 他們先手能力其實是不太出色的 只能夠靠冒凱 但如果你把冒凱叫在正面 那 Gengi這邊的角色其實靈活性是非常不錯的 假設有位移 史嘉倫穿牆 阿里有大絕 就變成是你其實 把冒凱叫在正面你也留不住 或者說T1的陣容 本來就不希望他們是 留住人的那一方 而是對方衝進來他們做煩惱 但是Gengi看起來很清楚知道這一點 所以沒有一波團戰 所以他們也不怕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Gengi基本上 從頭到尾都是維持著 他三條邊線都是有推進的可能 或者是有人員在那個線路上 只要一看到能夠推進的機會 那就馬上推進 然後可能往野區做事 或者是去給到邊線壓力 是 來逼迫你只能選擇被動接線 而不能出來跟你搶可能野區的視野的站位 來讓自己後續等一下對於巴龍團這邊 可以有更好的規劃 我們前面BP講到 雖然Gengi這個衝陣看起來很難處理 但這是建立在大家同等的情況下 如果Gengi帶著視野優勢 裝備優勢 那T1的陣容其實還是非常難打的 尤其這個陣容雖然有茂凱樹精 可以探視野 布朗姆有Q 但他們正面像你講的 就是沒有辦法把人給留住 那對方進來留得住啦 但理論上 Gengi是會給到壓力 逼迫你人員必須要踩出來 你沒辦法把位子給踩住 你 可能前後排 會出現脫節的這種情況 那這就會是Gengi這種陣容的優勢 是 不能是我踩你 是你得踩進我這邊 他們才會有陣容上的優勢 火德開始射波 站了很久發現自己踩在視野上 而Gengi從地圖上來看 他們是三線都有推進權的 而且整個上半步河道的視野 都是已經踩住了 是 現在就是要看Gengi要怎麼去做到 巴龍的逼團 就是他們是要等到龍魂 再逼迫對方要做交換 還是要選擇直接提早來做 逼團 可能要看裝備上T1才能決定 他們究竟能不能打團 我們先看一下裝備 都是兩件裝 狗邦寫拿無盡出來了 終於把無盡給拿到手了 農了很久了 那Owner也是三項跟海妖 但左邊 蠍子有熊豬之鋼 有藍盾 阿里有惡意跟大面具了 甚至凱撒快要第三件裝備了 都會是T1很難處理的點 但是以陣容來說我覺得團搭起來是不好說的啦 團搭起來不好說 因為選舉這邊陣容進去 如果被Sanatranci給拖到時間 那是有可能讓T1把他們持續輸出的能力給打出來的 我們剛剛看到就是選舉示範了一遍嘛 必須是Carrier踩進來 他們才會有優勢 直接打了一個布朗姆的閃現 但勒黑斯這一波 被Faker偷到了瑞爾的大絕 甚至Owner的印記也是掛在了勒黑斯身上 不過進爪24分鐘三層印記而已 手還不夠長 那選舉往對方上班去踩 這關鍵的第四層一直拿不到哦 而且沒有冒凱在正面的話 能踩視野的就只有Carrier而已了 先Check上班部草叢 但另外一個草叢 重慶之盾舉得非常快 但是布朗姆瞬間被蒸發 血條消失數 T1倒了輔助 人不見了 球比 這樣少了輔助 那就沒有辦法做視野了 而且King就在T1四個人的後面 所以T1是被包夾的 他們必須要去看這個巴龍區的視野 但他們沒有任何眼位 沒有輔助了 沒有任何一根紅眼 只能夠用肉身去看 然後Owner這個時候 可能他是唯一的希望 先掃也確認自己有沒有被察覺到 但宙斯這波 先用飛躍盾影躲掉對方的旗 但是擋不住另外一邊的磁能風暴 宙斯跟著倒地 先去回頭繼續吃這個巴龍 而且Owner的位置被發現到了 King直接跳台上來之後 舉了反擊風暴 Faker的練沒有練到 此能風暴也吸空了之後 還吃到了球比的青 King這時候跳出來 想殺對方 但交了一個閃線做拉扯之後 Pace跟他這個殺手本人 殺到對方的Faker 好 夾了兩個 捲局連人都要 鞋子再夾到對方兩名成員 Carrier剛走出來 又來跟自己的隊友 回到溫泉當中 Pace那裡不Double Kill 而且比賽看起來 也要結束了 這捲局完全妥善 利用自己前面物件拿到的優勢 而且我以這樣的情況看起來 偷到那個小龍 真的有點太關鍵了 看起來捲局是沒有打算要一波 而事實上 福也回去吃龍魂 加上這是電龍魂 捲局打得非常穩 9000塊的優勢了 照這個劇本 等一下T1應該是宣布勝利宣言 但是我們從經濟面板跟裝備來看 太難了吧 太難了 雖然我覺得T1的BP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我們看到 GENG就是一步一步把你的人B過來 看視野 一個一個抓掉 就雖然 你這個陣容的問題就是說 T1你必須要把這個給踩好 但因為你前面丟失的視野 所以其實導致GENG在邊線的處理上不急 然後並且在正面的B團上也有把 就是他們該做到的事情給做好 就是我把視野給踩住 然後利用這種 蹲冷的方式 然後再利用巴龍這個時間也能夠B團的這個情況 來逼迫你必須要把你的陣型給 就是給打散掉 是 剛剛那個LOW PARK的關賽派對 原來GENGENG跟T1的粉絲就直接坐在旁邊的是嗎 我都很怕他們等下會被打起來 你說等下手就擠起來了 我剛剛看右邊T1那一群是完全沒畫面的 哇 吃到凱撒的導彈了 這波沒狀態 而且要把咒勢給留住 只能夠交纏往後走 加上布蘭姆敲了拼和練習 但阻止不了GENG的推進了 上衝兩路的超級拼 還有巴龍的BUFF 還有一分鐘啊 GENG還在給壓力 這裡有冒凱大絕 鬼靈之握 怎麼要綁到對方 這裡是鞋子跟瑞爾幫忙去擋 而且愛心聽到對方的carrier 舉完重新作盾 吃到愛心 吃到凱撒的最余下被動 看配者配到側面之後 重視用自己的飛翅隊影做掩護 但是躲不到對方的傷害 中央的交了自己的神腰喘息 三個人活下來嗎 活不下來 GENG的傷害真的太高了 而且T1守不住他們的主堡 比分來到1比1 這一棒只能稱讚 GENG在前面的處理太優秀了 余裙ением 5